我覺得一國兩制在台灣因為長期被等同於 香港跟澳門的基本法嘛 台灣當然就會認為我不是香港不是澳門嘛 所以怎麼可能支持呢 因為香港再怎麼樣也是被當作 是一個地方的特區政府 中央跟地方的關係是非常明確的啦 比如說司法的中審權啊 中央政府的對於 外交軍事最後的拍板權啊等等 台灣民眾不可能去 幻想一國兩制的內容嘛 這個所謂由王滬林來主導的意思應該是說 一國兩制這個大的概念 基本上是可以有不同的內容的啦 希望能夠整合 台灣更多的不同的意見 可是 總的還是在一國兩制這個大的帽子下面 那這個當然就牽涉到 比如說台灣民眾會關心嘛 說這個是不是中央跟地方呢 如果是中央跟地方那中華民國 中國大陸怎麼對待呢 類似這種問題 這種問題我坦白說 不是民進黨的問題 連國民黨都認為必須要談啊 最近當然也看到另外一些民調啦 比如說 因為民進黨一直主張兩岸 不要設前提來談嘛 那中國大陸就很堅持要有九二共識嘛 對不對 那目前台灣 願意接受九二共識為前提 來讓兩岸恢復對話 這個民調確實有在上升 可是這個還是不等於 終局的方案啦 我覺得中國大陸能夠做的 大概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 具體的 這個法律內容 因為九二共識坦白說啊 他的內容已經很清楚了嘛 中國大陸就認為 那個就是一個中國嘛 那國民黨就認為是一中各表嘛 就這樣啊 那這個真的要去炒 裡面的實質內涵 我認為炒不動啊 這只是一個概念而已啦 對台灣來講 如果有各表中華民國的空間啊 那我認為 台灣民眾接受度會比較高啦 還是台灣的絕大多數人還是希望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能夠有一個對等的關係啦 大概是這樣 可是當然在政治現實上 我也知道這個跟英國兩制是完全不一樣 如果沒有爭執那兩岸早就沒有這麼多矛盾了嘛 對不對 因為中國大陸從來沒有同意過 我們講是公開正式的同意過一中各表的說法 這個事實上是國民黨的說法 你知道我的意思 中國大陸的說法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這很清楚的啦 我認為只要中國大陸願意接受 正式的接受 一中各表這樣的概念 那我認為對台獨 會有 空前的衝擊啦 因為這個就會讓台灣老百姓覺得 那中華民國還有一定的空間可以談 因為以前民進黨就 直接就這樣宣傳的嘛 說你看 他連一中各表他都不同意嘛 所以中華民國是沒有空間的 所以我們只能主張獨立啊 大概就是這種論述啦 民進黨 長期以來就是這樣的論述啦 也要再次進行 做出名言 與國以外 世界